我跟伯父他能到表叔家破冬节 冬至也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节日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表叔在蒸米酒啊 看一下你们有进入这样子的一个传统 蒸米酒的一个方法 哦哦哦 我说你好多糖 你看那个就是哦 哎 是金牙嘛 妈采的啊 妈采的哦 妈都听话哦 你是哪个人没有 不可以吗 他以前在毛泽东时代就开始争修了 然后中间也间隔了一段时间 然后这几年了4-5年期间又开始争修了 年纪三口里应该有人整 也不计整都长了 不计整整60分钟 这个桃匙的瓦钢蒸出来就只能蒸个五六十斤 然后铁的话可以蒸三百斤 这个是用那个什么糟来蒸的 这个地方就是这个蒸的米酒流出来的地方 然后就这样子接它 其实出来的还算是比较少的 慢慢的出来 这些都是精华 那些蒸完酒的那些酒渣的都是用来喂猪的 我要表示他们家的猪好肥呀 好多猪 一男猪有二四六六个 哈喽二四兄你们好 我来看你们了 还有一猪 那是母猪 一男有有 每一男都有 哈喽 好多母猪啊 小猪仔 没有好多 没有好多 没有 没有 小猪 妈妈你们好呢 这白你 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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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这个木材是白色的? 白木材 哦 白木材 水凉是这样的? 水凉是这样的 那个表叔说最凉的是放不出了 豆腐香头 豆腐香 都插在那里 阿B是木材吗? 木材 来蒸一个 开胃吧 他这个蒸酒都是用这个柴果来蒸的 你看一大锅要蒸好久 所以说我们林山的这个米酒 好喝不醉 开马也不要怕输 好啦 我们祝大家冬至快乐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